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更多精彩体育资讯 安切洛蒂还需要时间来消化萨里三年间在纳布勒斯的基点 现在他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前三轮里纳布勒斯赢了拉奇奥和米兰这样的强敌 虽然这个赛季我不认为他们能拿到上赛季拿到的91分 但安切洛蒂是稳定获胜的保障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 文图拉首先就讲到了安切洛蒂 不过在文图拉看来 尽管纳布勒斯有安切洛蒂 但是他们想要打破尤文图斯的统治还是非常困难的 挑战尤文 现在讨论这个话题为时过早 纳布勒斯面对方普多利亚丢了三球 同时罗马和国米都输球了 尤文惊吓引进C罗 他们是一支超级强队 纳布勒斯想占尤文还是需要时间的 与此同时 文图拉也谈到了C罗的 却C罗的到来让尤文图斯转足了眼球 不仅这样 在文图拉看来 C罗与安帅足以让一甲再次崛起 C罗和安切洛蒂这样的解除人士加盟一甲 对整个联赛来说都是个巨大的积极因素 可以这样讲 C罗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他不仅在赛场上可以打出漂亮的比赛来 同时在赛场之外 他还能为一甲吸引来更多球星的加盟 这对于一甲来说也是非常迫切的 当然 安切洛蒂与C罗的作用 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可否认的是 一甲在今年夏天可谓是改头换面 C罗加盟游文后 伊瓜因租界到米兰 伯努奇回归 当然上赛季押军纳布勒斯也有大动作 萨里转战切尔西 安切洛蒂接手球队 虽然放若日尼奥远赴斯坦福桥 但纳布勒斯还是保留了绝大多数主力球员 在安帅的带领下 纳布勒斯依旧可以打出新风貌 而正如文图拉所说 在C罗与安切洛蒂的巨大影响力之下 甲已时日 伊甲或许可以重新创造当年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